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皇和犹他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既是立位人以及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 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 约西亚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 都是犹大君王之中成功的人物之一 列王记特别记载了他在敬畏上帝的一面 列王记下23章25节这样讲 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 遵行摩西的一切的律法 在他以前没有那么的敬畏上帝的国王 约西亚进行国家的信仰改革 对于整个列王的历史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约西亚的工作一方面他恢复了他祖先的成就 另外一方面他甚至超越了他们祖先所做的 约西亚对那些敬拜杂神的地点做了彻底性的尾灭 甚至把那些敬拜和执行职务的人全部都解决掉 约西亚读到希勒家所发现耶和华的律法书 他就悔改 就自卑 愿意照着律法书中所命令的去行 圣经是上帝是给我们有关生命的道 但如果我们不去读他 就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 如果我们没有透过耶稣基督了解上帝对我们的话语 我们就不能跟存在的根源做连结 也享受不到上帝里面一切的丰盛 但另外一方面 即便人只要去读上帝的话语是不够的 还要更心乐意照着上帝所说的话去写 圣经藏在圣殿里面 或者是现代人把圣经藏在书架上 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人读的圣经和仪式的圣经是一样的 都不能对生命产生影响 也不能发生任何的功效 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辈很爱读圣经 他读圣经 不是说读完就忘了 他是用背的 把整张的圣经背起来 因为他知道 他一定要把上帝的话藏在信里面 他也愿意把圣经的教导的真理活在他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教会这位长辈他很爱教会 很爱传福音 很爱牧者 也很爱跟陌生的人讲说有关耶稣的事 有一次牧师跟这个长辈坐计程车去一个地方 上计程车以后大概五句话以内 这位长辈就向这位计程车司机传福音 下车以后我就问这位长辈说 某某长老你真的很会传福音 他说没有啦 因为我常常在读圣经 这件事是真主言的事 所以对一个读圣经 常常把上帝的话语藏在信里面的人来说 他去爱人去爱教会 去对陌生的人传福音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王差遣召距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王和犹大众人 与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基斯立位人 以及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 王就在殿里面把所得的书念给他们听 接着三十一节 王站在他的位上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 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 成就结束上所说的预言 要使在耶路撒冷和汴亚民的人都服从这预 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的组织上帝的约 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真之物尽都除掉 读完圣经以后 会带出一个合乎上帝旨意的行动 约西亚读完律法术以后 他就从以色列各处把一切可真之物全部除灭 一样都没有剩下来 以及以色列境内全部的人都侍奉耶和华 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宣扬上帝话语的地方 若不再宣扬上帝的话语 教会就失去了他本身的意义 教会应当在上帝面前带领弟兄姐妹不断的决志 要尽心尽性的在基督里面顺从上帝 在真理里面享受自由 教会也需要让弟兄姐妹渴慕上帝的话语 顺服圣灵在永恒的旨意当中的带领 愿上帝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教会 以靠圣灵的大能与你的牧者跟你的同工 同心合一建造一个健康有能力荣耀上帝的教会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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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